这个母亲竟然生了只怪物 长得像极了刺猬 哭起来更是让人头痛 搞得夫妻俩每次出门都会被人嘲笑 父亲感到十分丢脸 母亲却对儿子疼爱有加 可畜生畸形这几个词 伴随着刺猬哥的童年 他看着自己这丑陋的面袍 更是无比的自卑 长大后的他 上身活像只刺猬 吃起饭来像猪吃饭一样 父亲终于忍不了 将他赶出家外 刺猬哥饱受屈辱 只好跟和自己一块长大的公鸡待在一起 刺猬哥却提出了一个请求 让父亲给自己挤头羊猪鸡 并给公鸡打造铁爪 这样自己就能骑着公鸡 带着动物们离开家乡 因为他知道 自己待在这里会让父母备受嘲笑 尽管父亲很是心疼 但还是答应了刺猬哥的请求 离别前 父子俩第一次拥抱在一起 而父亲也终于抚摸到 儿子那满背柔软的毛发 刺猬哥就这样骑着公鸡 带领动物们一起寻找家园 二十年后 一个国王在森林中迷路 发现了一座高耸的宫殿 国王敲打着大门 一只壮硕的刺猬出现眼前 这就是成年后的刺猬哥 别看他一脸凶响 内心其实善良无比 刺猬哥不仅邀请国王共度晚餐 还为对方演奏了美妙的乐曲 并派出动物大军 将国王护送回了王国 国王备受感动 坚持要送刺猬哥一件礼物 刺猬哥想了想 说将国王回去后 第一个迎接自己的东西 送给自己的 国王立马答应 因为一般第一个来迎接自己的 都是那只忠诚的皇家群 然而事事难料 国王回去后 第一个迎接他的 居然是自己的女儿 樱桃公主 你敢相信 这个貌美如花的公主 竟然嫁给了一只丑陋的刺猬 由于国王答应了刺猬哥 他必须将公主许配给对方 刺猬哥率领着动物大军 前来迎娶国王的掌上明珠 尽管国王满心不愿 但看在刺猬哥的动物大军份上 他还是兑现了承诺 刺猬哥迎娶了一国公主 而这也成了史上最郁闷的婚礼 皇后坐在一边哭花了妆 国王也不停擦拭泪水 到了晚上 公主回到寝室躺下 他的内心忍不住的恐惧 等待着丈夫刺猬哥的到来 没多久 刺猬哥伸出手抚摸着公主 便转身退去了 假装睡着的公主回过头 却发现惊人的一幕 刺猬哥居然退去毛皮 变成一只英俊无比的男人 他陪伴着动物们 不停地抚摸大攻击 而公主摸着他退去的外皮 竟能如此的柔软 公主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谁知第二晚 刺猬哥依旧退去了毛皮 趁着他不在 公主继续抚摸那柔软的毛皮 却舒服地躺在上面睡着了 等到刺猬哥回来 他叫醒了公主 表示自己被施下了魔咒 这才会变成一只刺猬 但忠诚的爱情 能够永久地解除魔咒 要是公主可以守住秘密 不对任何人说起 那么过了第三晚 刺猬哥就会永久变回人类之躯 得到了公主的承诺后 他便再次变回了刺猬 隔天又像蜘蛛一样 在那埋头暴食 而王后见公主几天以来 再次满脸的笑容 他一眼就看出了 女儿在隐瞒着什么 三言两语下 就骗公主说出了刺猬哥的秘密 王后为了赶走刺猬哥 撒谎说烧掉他脱下的毛皮 就能破解魔咒 而等到第三晚 公主果然信了王后的谎话 这个貌美如花的公主 丈夫却是知受诅咒的刺猬 为了破解刺猬哥的魔咒 公主将他脱下的毛皮丢进火中 谁知刺猬哥却一声大叫 全身再次长出尖刺 他痛恨公主不受承诺 不管对方怎么挨救 哪怕毛发扎的 对方痛得大叫 他还是带着动物大军回到了森林 因为刺猬哥的真身 是一个英俊潇洒的男人 这让失去爱人的公主无比自责 于是他找铁匠打造了一双体鞋 偷偷溜出宫殿 踏上四海寻找刺猬哥 他走过荒漠穿过徐地 铁鞋穿破一双又一双 曾经貌美的公主 如今却满头白发一脸憔悴 他来到废弃小屋休息 谁知一只乌鸦飞了进来 下一秒 竟然变成了刺猬哥 公主连忙叫住对方 但刺猬哥却满度怨恨不愿理会 可听着爱人这一路走来的艰辛 他的内心也有所动摇 两人扭抱在一起 泪水也充斥着公主眼眸 谁知下一秒 刺猬哥却变回了长着翅膀的人类 他知道 是真爱破解了自己的魔种 两人深情对视 互相仅拥在一起 最后他们回到宫殿 重新举办了盛大的婚礼 看来不管光是有趣的灵魂还不够 好看的皮囊 才能得到这樱桃公主啊 而这就是出自剧集 吉姆汉森的说书人中的四位汉斯 不知道童年的你 有没有在电视上看过这部魔幻剧集呢 影片拍自1988年 里面每个魔幻的故事角色 放到现在的CGS时代 仍然不输做出来的CGS角色 真心佩服当时制作组的奇妙脑子 这才让我们的童年能够充满如此多的奇思妙想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